吉安厢目前也撤离了10户 30位的民众暂时安置在慈惠堂乡房 乡长游淑珍3号下午特别前往探视 除了感谢慈惠堂协助提供安全居所 也指示公所人员要为安置的居民送餐 还有送需要的物资 务必让民众可以安心安全地度过台风威胁 吉安厢长游淑珍3号下午前往慈惠堂乡房 关心因为台风撤离的安置民众 询问是否还有什么需求 只是公所人员要尽力帮忙 感谢长期以来花莲圣地慈惠堂 提供给我们安全舒适标准的散房 给我们这里的乡亲来做居住 以户一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舒适度 也希望我们能够在风灾雨灾里面 带来温馨跟安全 这一次的所有的灾房准备户 来到这里的有10户 其中25位大人 五位婴幼童都在其中 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几天的一个生活的适应 当然空旷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 有可以舒适的这样的一个跑跳 甚至于是大人舒心伸展的部分 也谢谢我们这个指示人员给我们很多友善的协力 吉安乡公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灾房以外温馨的一个社会福利 和所有的安全防护作为做到更好善尽职责 这一次台风吉安乡目前撤离了10户总共30位的民众 此会堂提供了时间相防让民众来居住 公所人员也会定时送来三餐 还有需要的生活品 要让乡亲安心安全地度过台风威胁 谢陆会见相报道